今天我們請主席 港幣 日本政府的對決委 主席 主席 還有我們輿長的 各院長 還有本會的各位委員 大家好 請主席 請我們曾主任委員 曾主委請 林委員您早 政委員早 主委你來在那邊當多久了 一年多 我想你對我們榮民輔導委員會 這個業務應該很熟悉吧 應該都熟悉了 應該一年都很熟悉了吧 那麼首先我要來救教我們的主委 現在我們台中榮民醫院可以說辦得非常好 中部地區有什麼重大的患者 都是往我們台中榮總來移送 因為榮總的醫生 殿方可以說是我們中部地區的肯定 尤其現在病房非常難求 患者又這麼多 有時候我會去看一下 那個走道都是病患為滿 都是睡在走道 看起來非常的不雅關 而且會同情 病人睡在走道實在是夠可憐 所以我是在請教主委 我們明年度有沒有編率預算 在台中榮總要增建醫療那個 醫療那個什麼中心還是病房 有沒有這個計劃 跟委員報告這個計劃沒有 有主要的目的是 因為他們所有的榮院 我們所有的榮院 他的公務預算都不能支援他們 他都是自負盈虧的單位 是這樣 是的 所以說本來我來了以後 院長有跟我報告這個事情 當初報告的時候是加蓋 一個醫療醫診住院大樓 增加400床病床 但那個時候估給我說是將近要17億 那我就問說17億有沒有預算來源 因為公務預算他不支援這邊不能進來 後來他的基金中間也沒有這麼多錢 那我就想我們在這個狀況之下 就想怎麼樣來改善這種措施 我們曾經也去協調某些單位 是不是把現在一些不好的 沒有用的醫院啊 或是經營比較小的 這是醫院 讓給我們一起把它作為一個經營 共同來經營 我們已經朝這個方向再努力再走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齁 尤其啊如果你在像 在南投有一個普里 是的 總比醫院 那麼普里總比醫院啊 我不曉得他們的營業狀況是怎麼樣 不太好 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他是屬於社區醫院 地區的社區醫院 第二個呢 周邊的民眾啊 就醫的民眾人數沒有那麼多 所以說他整個醫療上面 他要致富盈虧的狀況之下 他沒有辦法 他並不是虧 但是你要他賺很多啊 大概是有問題的 那照理讲应该像如果我们台中荣种 病患这么多 还有台北这边都这么多的病患 应该会有赚钱吗 应该基金应该没有赚钱 他们现在是不同的单位 他的基金不能到他那个荣院去 那台北没有统一这样 不是我们不能给到他们去 他各院有各院 台中各地的 他的基金 荣有北荣的基金 那想办法嘛 想办法还是看怎么样来目注也可以 对外仇目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刚才报告中间有讲 就是医疗体系的整合 我们现在把普里医院 嘉义医院 湾桥跟那个 还有路满医院 组织结构把它做一个变动 把它改在台中荣种医院的下面 就是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们就让台中荣种的病患如果在重症治疗处理到告一个段落 要进入中期或是进入一些疗养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些病患转院在我们下属的这些医院里面来 把病床把它控出来 让他的病床的活用率也可以增加 这也是我们在做的一个方式了 主委如果像我们南投属立医院 南投属立医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荣种来合作 因为南投属立医院也是蛮大的 病床也蛮多的 如果我们两个可以互相来职严 互相来职严 应该将来有什么患者 如果属立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准提高 那么南投地区的患者就不要送到我们台中去 在南投也就可以就诊 那么如果我们荣种跟属立医院来密切合作 成立一个联合什么医院 这样的话也可以解决这个病患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这么来做 委员这个构想就一个政府机构来讲 是应该要这样走 但是呢现在因为他是属于那个卫生署底下 他列管管制的医院 跟我们在中间还是体系上有一点差别 可是说我要去支援他 或是做某些一些相互的医疗技术合作 这应该是可以做的 要合并这个是大概有问题的 合作 但是我是认为政府是一体的 政府是一体的 不要分彼此嘛 反正都是为老百姓来福利的 又不是为医院来毛福利 不是啊 所以我想可以朝这个方向来研究 今天我们那个台中农总医院的雷院长是吧 有没有在这边有没有来 是不是可以这么做啊院长 雷院长请 福利跟哪一个医院 不啊台中农总跟南投属立医院 有了现在卫生署在讲这个问题 对啊这个非常好啊 这个可以合作啊 对不对 报告委员 这个其实是有个先例的 就是那个属立宜兰医院 他给了台北荣总经营 近了六年 他从一个快要倒的医院 台北荣总把它变成 现在是宜兰最好的医院 这个是有先例 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思考 不过这个是要卫生署主动提出来 辅导会没有办法去 我要你这个医院过来 是可怕没有办法做 因为南投属立医院 在中心新村也有 是 在南投市中心也有 现在医院 他们现在医院的门诊 还算不错啦 但是要达到我们荣总这个水准 还要努力 还要努力 所以我是想说我们两个医院能够共同 来寻求一个怎么样的方法来解决 医师互相交流 那么仪器都可以互相来使用 这样的话就提高 可以提高我们南投医疗水准了嘛 这是拜托我们院长来关心一下 另外呢 我要再请教主委 过去啊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冗民工程处啊 中央在附着我们好像政府机关的工程也 比较大的工程对你们都可以来承霸嘛 那现在这个工程处好像是消音了 没有啦 是怎么回事啊 我还不了解 荣民公司 荣工公司啊 在去年十一月啊 已经把它民营化了 也就是说现在的我们的荣工公司 已经在做业务清理的作为了 因为这也是各级就是政府部门上面的要求 就是这些国营事业啊 通通把它民营化掉 已经做了 所以现在不包工程了 没有了 好 再这边也要向那个主委谢谢啊 我们台中容总 台中我们农民 台中农公 那个 农总 农总啊 那个国会联合人 还有我们 那个谁啊 那个国会联合人 对我们立委交代的案子都非常认真的在处理 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 站起来一下 我非常感谢他们 台中跟那个 他们两位啊 我们交代的拜托的事情都给我们处理的非常严满 你要点每一位啊 不然这样 不是啊 我们对每位 对对每位委员 我们都有进去 就是做服务工作啦 是啊是啊 我们就做服务工作 我们非常感谢啊 他们都非常进职啊 谢谢 我们拜托的事情那个老百姓都非常鼓掌欢迎啊 谢谢 谢谢 谢谢